云南晚丁 位于中面边境 在待遇里 晚丁是太阳当顶的地方 夜小冬 在这座仅有两万人的小城 已经生活了七十年 她的母亲是歹足 而父亲则始终是一个谜 她们是一个座仅 后受到女儿的小城 她们已经活了 她们在活着 没有活着 她们在活着 衣服在哪里 卖在哪里 我们也想看看 结果也比较多了 醒到这点就是感到相当的 叶晓冬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处罚 去寻找那个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 十五岁时 他知道父亲是一位南桥鸡公 四十岁时他开始寻找父亲的踪迹 三十年寻找 那个逝去的人却依然尸骨无寸 当时我父亲一南的位置也很少 变化也比较大 当时只是说是在一个烫汤 有个水汤边 东西寄了一个水汤 现在水汤边边那些都种满了菜 就是我们可知道确实有认不准哪一个地点 这次寻找依然没有结果 山谷空旷静密 只有山风轻轻吹过 没有人能想象 七十年前这里曾经上演过怎样的杀戮 1942年5月5日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兑犯 炸毁了鹿江上的银后回铜桥 叶小冬的父亲陈团圆和一些南桥鸡公 被阻隔在了鹿江以西的敌战区 此时陈团圆已经和带族姑娘朗玉宝结了婚 还有了小冬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 就在忙事 中多西场 一位日本人要抓他们 他们就到了爸爸的一家台厨家 去避难 每一天跟着防御娃娃 到山上去防御 晚上才赶回家 甚至于在那家台厨家 还把他打扮成台厨 把他起了台厨名字 这件逮族服装 是陈团圆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据说 当年他冒充逮族人 与日军周旋了两个月 最后却因为有人告密 还是被日军发现 日本人决定 对陈团圆实施活埋处决 朗玉宝的同乡 农帕所得知消息后 带着朗玉宝到了现场 此时 陈团圆已是奄奄一息 听老大妈讲 他们想唱得很 就是制作这些人 跟着这些人砍了 我买我父亲 当时他可到那边 可砍了 已经砍到胸部了 所以砍了 脸色都不是人 脸色了 眼眼都砍了 所以说是 我妈呢就在那去叫 就哭 就叫 看着丈夫惨死 让朗玉宝一夜生伤痛 此时 叶小冬还是个三个月的婴儿 因为悲伤 母亲不愿意提及当年的事 直到成年 叶小冬才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世 然而 父亲 却只给他留下了一个 语言不详的故事 证件 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 很多日本人全部 拿破完了 回完了 所以说是 原来我现在长得那么大 今年一块起始了 都没有钱 我不行 2012年 马来西亚麻坡 举行了一次 南桥激光图片展 展览现场 千里迢迢赶来的 叶小冬 凝视每一张照片 试图照出 每一个可能和自己相似的脸 如果和自己血脉相连 会不会长得也相像呢 然而 所有的照片中 没有陈团圆 妈婆参加 这个南桥激光图 人数也比较多 也相似各种各样的 他们说 我父亲呢 肯定是抱着家母 来参加 这个南桥激光图 如果 连陈团圆这个姓名 都不是本名 叶小冬的找寻 将更加艰难 几十年寻找 父亲却依旧面目模糊 没有坟墓 没有遗像 每到清明祭拜 叶小冬只能对着 空空的相框 默默凝视 在这名字底下 把他搁得起来 搁得口口头 也就是 你们 搁得口口头 我的肯定是 可可可 非常之 五千二百多个南桥级宫中 有一半死于战火 他们有很多 被草草掩埋在滇缅公路上 由于当时没有离备 后人再难寻找他们的坟墓 在林小昌的记忆中 像陈团圆这样的故事 曾多次出现在父亲林福来的讲书中 明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什么清明界 和这个七七的时候 这个七七部各交四边 明年基本上都在房间里面不出来 连迟早点他就躺着了 这种刮目无言 鸡公林福来和林小昌的父子园 始于三十年前 1983年 在缅甸做生意的黄小昌 在中缅边境的九谷 遇到了林福来 和这个乐观健谈的老人 交上了朋友 后来才知道 老人曾作为南桥鸡公 为国奋战过 老人无儿无女 黄小昌主动承担起了赡养的责任 到1986年的时候 这个我父亲就提出个要求 他说阿茶 他说我们今天 我们到缅甸的时候 棒赛观仪式 这个观仪式是华林的观仪式 里面有和尚有尼固有黄长 他说已经跟老黄长说好了 他为我们主持这趟的时候 护子相连这个意思 我说我都没有准备的时候 来的时候很突然 想了一个晚上 该姓任父是件大事 对老人不光是奉养 也要任祖归宗 传承香火与血脉 黄小昌一夜无眠 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林福来为国家 奉献了全部的青春 无怨无悔 那么自己又能为老人 做些什么呢 黄小昌最后决定 追了老人的心愿 圆他一个儿孙绕夕的梦 黄长就跟我说 阿茶 从今天起 你是林福来的儿子 永远 你何是林家的人 死是林家的人 你要想清楚 我说我没有什么 再有何故事 没有考虑 从那天起 黄小昌成为了林小昌 此时林小昌才知道 自己不再只是 林福来的儿子 也是南桥鸡宫的后人 晚年的林福来 有儿孙尽孝 终于得祥天伦 但是越接近生命的终点 他就越对往事难以释怀 自己死去 还有儿孙祭拜 可那些半个世纪前 死在甸缅公路上的战友 又有谁来告慰他们的灵魂 林小昌说 父亲最后的日子 总提到一个挚友 在运送抗日物资的路上 燃病而死 林福来 亲手将遗体活化 父亲在这个联络战里面的时候 把这个骨灰拿回大附近 但是我母亲 我父亲就跟她的骨灰说 她的女儿是 当时在临时之前 要求这个骨灰 不能拿回马来西亚 必须要买在我们的时候 这个店里公路上 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湖上 看到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把立刻赶出国门 后来他父母 那个路一样 延路一基地 后来还是 存在二十人 他说那好 就去找一个地 把他的骨灰买下去 在买骨灰的时候 林福来做了个记号 牢牢记住了地点 可等再有机会 能去祭拜的时候 已经过了三十多年 自己留的记号早已烟灭 连路都不再是 当年的样子 岁月摧毁了一切 只留下了一声 长长的叹息 一九九五年 林福来带着遗憾 离开了人世 林小昌决定 遵照父亲的遗愿 为南桥基宫 修建一座纪念碑 十年后 免朝缅甸的宛丁崩隆山上 一座十六米高的 南桥基宫纪念碑 上面刻着三千二百名 南桥基宫的名字 至此 这已是全世界第四块 南桥基宫纪念碑 1947年 第一座南桥基宫 抗战纪念碑 在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市中心树立 1951年 马来西亚 宾城建起第二座 南桥基宫纪念碑 1989年7月7日 在卢沟桥事变52年之后 中国第一座南桥基宫纪念碑 在滇敏公路的起点 云南昆明落成 纪念碑最醒目的位置上 镌刻着赤子公训 每天 叶小冬都会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去宛丁城北面的 纪念碑管委会上班 他是这里的守碑人 他会擦进碑上的每寸回尘 长时间的 在刻着鸡公们姓名的 长廊上漫步 父亲陈团元的名字 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摩索 如果来这 天天在这手上 因为父亲的名字又在这 天团一直跟他在一起一样 对吧 守碑八年 叶小冬觉得 那镌刻在石碑上的三千二百个姓名 仿佛有了温度 每个名字的背后 都有一个血肉丰满的人 他会是谁的儿子 谁的父亲 他曾有过怎样的人生 纪念碑仿佛一座壮严的灵物 于是延续几十年的牵挂 有了平衣 那些长年在天面公路上的灵魂 有了归宿 1939年 19岁的徐海兴 以血肉之躯 参加抗战 1949年 29岁的徐海兴 带着一只残缺的右臂 截然归来 回到马来西亚后 徐海兴在家乡当起了小商贩 后来结识了当地一班族酋长 和他的妹妹 不久 徐海兴就和这位一班小姐结了婚 开始改行务弄 夫妻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了几十年甜淡的田园生活 2014年 徐海兴已经94岁 有两个儿子 六个女儿 李亚留 1946年 回到马来西亚 迎接她的只有妹妹一个人 妹妹告诉她 一家人都因为她的抗日行为 遭到日军报复 弟弟被日军杀害 父亲为躲避日军搜捕 而逃进深山 染病而死 一年后 李亚留买了一辆福山牌小型巴士 在当地抛弃了生意 她给这辆车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昆明 昆明 二战结束后 黄铁魂流落到印度 她当过海员 走过世界许多地方 在美国洛杉矶 帅气的黄铁魂受到当地姑娘的青睐 1946年 她回到马来西亚 河风承包了两千七百棵橡胶树 而今天退休的黄铁魂 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去咖啡馆喝上一杯 在遥远的中国云南 96岁的罗开胡仍旧习惯喝咖啡 有贵客到来的时候 还能在他这里尝到铲子马来西亚的白咖啡 1949年 罗开胡被安排到昆明市五金公司工作 现在老人每天过着养花 看报散步的优先生活 相比重泡半成品咖啡 孟家贵更愿意自己亲手煮咖啡 手法是七十年前 在南洋当厨师的时候学来的 2013年11月11日 孟家贵度过了他的一百岁生日 海南琼海的一套农家院落里 96岁的吴惠明依旧精力充沛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慢跑 打太极拳 自己做饭 现在他每月可以领到国家的两千元金铁 1945年 在李家十载之后 吴惠明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那个曾经为了他远赴南洋 而卖掉家中唯一半母田产的母亲 马来西亚沙老月 老鸡工风增标正在沉睡 七十多年前 他因修车技术高超而成为鸡工们的教练 战后他独自一人返回沙老月 二十八岁时 他结了婚 开办了一家修车厂 他的修车手艺在当地无人能比 在封增标正洁的军事里 最醒目的位置 摆放了当年作为南桥鸡工获得的嘉奖 而今他已看不清上面的文字 中国广州的一家医院里 九十八岁的女鸡工白雪椒 正在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一九三九年 出身富足家庭的女教师白雪椒 回国参战前 给父母留下一封辞别信 他的这封信 曾经鼓舞了许多华侨青年 去报效祖国 二零一四年的清明节 这位坚强的老人辞别了人世 尽管死亡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最后的家园 尽管这些老人 已经平凡得如茫茫世界的一粒尾尘 但是每一个为了这个国家 奉献过青春与热血的人 都应该被历史牢牢记住 因为他们是平凡的英雄 没有后悔 一点都没有 我认为我在沙连很光荣 不怕死了 很怕热吗 很怕干净苦吗 我不怕的 回来 没有后悔 我们是为了大事问题 每年到国家 国家很照顾 很难干 不 没有后悔的 在这种没有后悔 然后悔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